其實從早上到現在 冷的感覺還是有 你看檀南以北 大家都14 15度 外套還是要穿厚一點 宜蘭現在是13度 稍早之前宜蘭 當然就是最低的12.5度 所以其實今天早上的氣溫 跟昨天是差不多的 最低都落在12度左右 那白天開始 氣溫終於會 緩慢的回升一些些 但不到回暖 因為雖然強烈大陸冷氣團減弱 但是還是有冷空氣 所以替大家注意 我們來看看地面天氣圖的部分 那今天白天來講 北部的高溫又會再上升一些些 可能有21度左右 一些地方比較溫暖的地方 那南部當然相對來講 白天都是比較舒適的 今天在降雨的部分 要注意一下 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還是有些零星的水氣 還是很容易出現一些 局部短暫降雨的狀況 如果你怕零雨的話 帶給雨季 那今天白天一個空檔 過了之後呢 要注意的是明天早上 開始會一波華南的水氣移出來 所以明天下雨的情形 在北部 在東部 甚至是中部的山區 其實降雨就率都會高 那水氣看起來滿多的 所以明天的話雨具要準備 同時在明天晚上 我剛剛提到的下面一波的 冷氣團又進來了 所以明天的下半天開始 北部東部 可能濕冷的感覺又會出現了 那這一波的冷 大概是冷到星期四 到星期五之後 才會比較回溫 那大家都知道星期五是除夕 所以目前比較可以確定的是 除夕開始天氣狀況 滿不錯的 我們來看看這個過年期間 現在天氣已經預報出來了 好 首先是小年夜 星期四這一天因為冷氣團還在 北部東部還是偏冷的 那中南部就持續 接上來其實溫差都是大的 中南部要注意 那再來就是除夕這一天 早上起床 你可能還覺得冷嗖嗖的 但白天冷氣團減弱之後 就會開始回溫 同時初一初 很多人要去拜年的啦 要回娘家的啦 晴冷 溫暖 北部高溫24度 南部27度 這兩天的天氣狀況 接下來會滿不錯的 但是到了大年初三這一天 東北氣氛會增強 北部東部又會轉得比較溼涼了 中南部可能不受影響 但北部東部再出三這一天 天氣又會有變化 所以總體來講就是 前面冷 後面冷 但是除夕 除一 除二 剛好天氣狀況就會比較穩定一些些了 這個天氣走勢的部分 提供給大家 還是要提醒的 今天還是整體來講偏冷 明天會下雨 而且還會有下一波的冷氣團 所以今明兩天 還是不能夠釣魚清新 再來看看空氣品質的部分 你的口罩要戴嗎 北部 今天其實空氣品質 現在狀況滿不好的 口罩指數是2 中部地區 你看雲架南跟高屏 現在都是紅色警戒的部分 口罩指數是4 今天其實西半部 空氣品質都不好 東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今天也有汙染了 口罩指數是2 外島的空氣其實也滿糟的 所以在過年之前 提醒大家什麼呢 除了要注意溫度的變化 小心別感冒了 過年生命最討厭了 還有就是過敏氣喘的觀眾朋友 你要注意一下空氣品質的變化囉